一步 在事宜主持下 金融市长刘昌带领副市长林永发 与市府一级主管及各界代表 一起向忠烈池的先贤新烈上香 表达追思与敬意 在九三军人节前夕 金融市长刘昌亲自主持秋季国商大典 缅怀先人的牺牲与奉献 下午则由副市长林永发 代表市长自证秋节加菜金给各驻军部队 慰绕国军弟兄保家卫国协助救灾 尤其金融市这一阵子出现缺水危机 国防部特别资源水车协助送水到高地社区 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更让副市长相当感恩 之前因为都没有下雨 当然也没有台风 所以之前的所谓的军方各军种各单位 协助防灾的这个区块就比较少 但是基隆因为长期的这个没有下雨而缺水 那部队他们也协助了我们高地供水送水这个区块 他们也协助非常多 那在这边借着中秋佳节的前夕 我们也特别来感谢他们 那另外就是因为这两天台风气象局的发布 台风可能会在台湾的东部外海 那在这个的情况已经变成强烈台风 那我们也希望各军种各部队 住区单位协助我们在这一个台风 在外围区我们希望他不要进来 但是在警戒其他各方面也随时提高警觉 那在做好这种防灾减灾的一个工作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